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战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个其他的香港新闻 有一系列的问题 要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香港政府是不是最近吹一个和风 这个和风不是日本那种和服 是一种 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对于香港人 觉得不歪了 想二十三条 没有左手左脚 好 现在不搞你 接着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比如说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2023年人权报告 就是刚刚422 2023年中国人权报告 说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承诺 剥夺香港政治自由和自治权 中方自然强烈反对 工联会和建制卫星组织 即地下组织和外围组织 保卫香港运动 原定分别在今天下午2点 和2点半抗议示威不满 美国干预香港抵毁香港人权法治 但两个团体分别在昨天晚上通知抗议取消 保卫香港运动主席 傅振宗解释说 取消集会是因为外在环境变化 未有具体说明 合理猜测 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日会一连三日访问中国 预料会和习近平见面 未必适合在这个阶段添烦添乱 以上是renews报道 当然这是很表面的理由 是的 顺着这条思路去基本上是对的 最近你看到 这个律政司司长林迪国就说 假新闻法 现在未有个计划要留 然后大家看到很多现在的资料 基本法23条立了那几条犯罪之后 未有强棒出击 立即执法 那是否代表说 避而不用 那跟着马放蓝山 等于是吓香港人 就不会真的拉香港人呢 那收听我的节目都知道 是会用的 只是时间问题 那为何在4月这个时间 突然之间中国对于香港的态度 是有一种这样的改变呢 我先不要说那些什么 膠羹那些东西 膠羹变纸羹那些东西 这些是次要的问题 为何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不是因为香港人乖 做得厉害 或者说中国对香港的野心 改变了 不想吃你了 想看香港了 想用香港了 想回复以前白手套的模式了 No 他们不是这样想法 完全是美中关系 跟中港关系无关 是跟美中关系有关 什么叫美中关系呢 不是布林肯访问 中国见习近平这件事 这场show 这场show不是重要 是中国在美国上 可以落到什么的问题 11月5号 美国总统会大选 未来川普当选机会极高 就算你的民意调查出得地贴 但关键的就是 那六七个摇摆州 因为美国总统是选举人制 不是全民的普选制 那么选举人制 即是普选为基础 但以每个州的选举人来处理的话 在六七大摇摆州 基本上川普赢足绝大部分 可能输民里桑塔 其他都会赢 那你就算被他拿 被他拿到两三个 基本上川普当选机会极高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会兼看美国呢 就在这个拜登最多一年的时间 在美国身上 拿得越多越好 经济的 握的 哄的 科技的 贸易的 国防的 外交的 地缘政治的 或者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美国身上拿越多越好 他想提出美国有些关系 包括 经常说的 嘴边的产能过程 事实上就是 政府补贴问题 又承诺这些承诺路 中国不会补贴的了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都不会补贴电动车的了 比亚迪走开些 苏7小米走开些 我们不补贴的了 一路补贴他 一路不补贴的了 他是由WTO 2001年到今天 哪一天 不是在做这些骗神骗鬼的事情 我们要看中国 How to walk the walk How to talk the talk 那这个美国 其实是不是假傻 扮懵扮 不知 继续想 好像基辛加那样 在中国到过程事物 找一大堆的真金白银 定话 你真的要硬起来 那美国当然 林恒前 这个布林恒也批评 中国人权状况 新疆人权状况 自为显然 香港人权状况 也是批评之列 那去到了 又不是说麦芽 说生意 这种虽正主义 或者叫做这种和风 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底因 而中国 习近平 共产党 就想利用这件事 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 香港 不要成为美国的谈判筹码 不要成为谈知 OK 所以 先讲不要立假新闻法 但各位 讲这些东西 只要稍为读过 基本法23条的立法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法案 都知道 已经立了的了 任何勾结境外势力 发布 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 危害国家安全 十年有计讨议 这个最重的刑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 假新闻法 已经立了 误导新闻法 已经立了 喂 各位 不要误导 不要误导 不去读书 不要看23条立法的话 就大劲了 所以已经立了 所以林顶各国 讲这件事 有什么意义呢 OK 他应该告诉大家 已经立了 在27条立法里面 已经立了 发布虚假或误导信息 接着说你勾结就是勾结 勾结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任他套 顶高帽给你 虽然这件事很开心 我真不知道很明白 好了 这个之后 就讲 23条立法之后 未识用 不用而已 他根本上 香港都没有人 在反政府 他怎么用呢 用的就是 将那些 民主党派 商界的人士 公民社会的人士 记者的朋友 全部一个一个都捉了 那你说捉了 那怎么办呢 留些慢慢捉 就算港共里面 那些打手 都不可以 尽诛所有这些 他们口中的反对势力 或者黑暴势力 他们要留些 慢慢捉 这个慢慢捉 才以后 牵涉到他未来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不会全捉了 不全捉了 不是代表扎心人口 而是 休息一休息 我经常都说 打你一拳 即是一拳放下来 我都要缩手 才可以打你另一拳 对不对 那你缩手的时候 经常说 催和风了 变了 改变了 起码有运行了 可以起码吐气了 那些杀昂的 第二拳又打下来 他们说 哎呀你死性不改 其实不是死性不改 你这些死性不改 不是死性不改 他本身在打你 他怎么死性可以改 所以我说 现在的情况 大家要看清楚 不要掉以轻心 随时一个转变就会来 譬如说 譬如说 突然之间 美国政府 无论拜登还是川普都会 其实这个不重要 突然之间 美国政府 tighten the screw 突然之间 在上法条 突然之间 在上螺丝钉 要向中国地方 科技所侯 贸易禁运 突然之间 增加贸易禁运的 广度 深度 甚至乎科技所侯 更加广泛 甚至乎 和日本 和韩国 和菲律宾 和澳洲 和英国 发生更紧密的军演 巡邏 和军售 和美军常驻各地 增加各种的弹性 以及对台湾 增加对美军的进驻 其实美军已经有在台湾 增加原额 甚至是拉台湾进来 去做其他事的话 中国 就变成了 它不知道是硬还是软 硬就越推越走 软再去哄下人家 那不如先哄下人家 加上中国经济不振 是吧 加上政变民变危机四伏 很多东西 他已经开始包不住了 他为了稳住唐太 他现在不要惹那么多火头 不要给一些藉口 给一些想打倒他的人 当作谈之 这才是习近平的一种感浪妙计 所以现在要忍一忍 对台湾 军机揣扰 军艦揣扰 西南航空识别区 M503航道 甚至根本的禁限水域继续 但 你说真的要打台湾吗 他没有这么的动机 至少此时此刻 我正说此时此刻 不是说以后 此时此刻 没有这么的动机 至少近期内没有这么的动机 好了 你说中国现在搞到这样了 他未来 会怎么去处理好这些有关系 各方面这些 大家的错配的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那群附阵中的人 保卫香港民动 临时call off 肯定就是说 是来自于最高层的指示 就是他们不要搞事 不要添烦添乱 表面上布林肯访华 事实上就是这段时间 美中关系不可以 有一些所谓的战狼的出现 战狼都要可控 习近平指派 不是你 说一句外在环境变化 就可以说完 总之我就说你外在环境变化 你就不要搞那么多 意思是说吹和风 你本身就是连契弟都不如 你不是自发抗议美国的 你只不过是听此事 去做一些最高领导要你做的事 你说这帮人是多么可怜 OK 但是呢 总有一些人 行公义的人 是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看得到 光传媒报道到 流亡澳洲港人 前立法会议员 许智峰 就在今天 24日在社交媒体透露 近日加入了澳洲自由党 他从政 不知做律师 还希望他当地想从政 他自由党是偏右 澳洲西人任建峰 这位律师 就是偏左 他进入工党 他们两个人都希望能够借 参与政党 将移澳港人的声音 带入主流政党 并为港人争取权益 同时也想鼓励澳洲港人 踊跃参与政党政治 两个人强调自己并不期望 能在澳洲政坛有个人作为 而是想做带头效应 鼓励移居世界各地港人 在所在国家积极参政 以热爱民主之心 发挥港人的影响力 这个胜意权权我们是知道的 但是当然 我都说 你是要效忠澳洲 也都是以澳洲为第一忠诚 在这个第一忠诚的前提之下 你捍卫一些在澳港人利益 甚至希望澳洲 基于他国家安全的考虑 基于他国家利益的考虑 关注香港 关注中国 也都能够实施有关的一些对应的政策 我想这个是正确的 需要一段时间 可以想见 未来他们本身 如何去拼搏 可以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知道这个是破天荒 在澳洲左右派 都有港人在那地方发声的 你说在美国 加拿大 或者是英国各方面 可能零星有部分的港人这样做 但是很难说会横跨左右派 也都很难说 你这样的做法是一件很值得 就是说 这个是好的事 我只是说一点 一个reminder friendly reminder 我再说一次 你加入政党 从政就是partisan politics 一定是偏袒于一党的政治 一定是偏袒于一党的政治 做港人的一些政策倡议 advocacy 是很奇 是一些美加 澳纽 英国等国家 出现了一种partisanship 就是偏袒于一党 因为政党会轮提 会换的 法案两党都要两岸并层的 即是美国民主党 一个制裁法案 共和党都有个法案 两个要在众议院 和参议院分别谈的 如果你单独压一注 或者入其中一个党去做事的话 你会为澳洲某一派的政党 某一派 就是左派或右派 或者某个政党去做事 这个当然是每个人的选择自由 但绝对不是真正为香港人 倡议的一个好方法 因为人会换 政党也会有不同执政的时间 如果你去为政党做事的话 你效忠的第一忠诚 一定是你本身澳洲的政党 本身如何能够去为政党 去扩充最大的选票 就不是说你在香港 遥知其 香港议题 在澳洲自由党 在澳洲工党 这样 这样的情况的话 会牵涉一个partisanship 是不离于一些advocacy group 是对于某一些政策的一些倡议的 但他们两个做什么呢 他们特色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不是做partisan advocacy group 他们本身是一个 那个党里面的人 换言之 他不妨外 比如澳洲有澳港联 也有其他的组织 不止澳港联 澳港联是很多组织的联盟 那你这些组织本身 他们一直做advocacy的工作 是相当好的 继续做 而他起码找到有人 如果那个人 比如许智峰 成为了国会议员 比如说任建峰 成为国会议员 那两个人可以有利于 他们等于一个 一个叫做 顺水推舟的作用 帮助这些倡议团体 得到在各个国家里的 不同政党的认同 这样的地位 这样的身位 是对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 advocacy去继续做的话 我想某程度上 要有些跨党派的合作 才可以做得到 就不是说 入了幕的政党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不过他走这条路 当然他的选择不是错 只是整个玩法 需要重新去调整 和去思考 这一点 稍后我们看看他如何表现 再做评论 总之就是 许智峰近日加入了澳洲自由党 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 而拥有澳洲国籍的任建峰 就已加入了澳洲工党 Australian Labour Party 将近一年 两个人在近日 共同发表声明 若为个人仕途 是不会在澳洲加入政党的 因为澳洲政圈内 有作为的多年轻人 他表明 选择加入政党是三个原因 第一 是希望透过叉与政党 继续和过去 为港人游说而认识的政党人士 保持联系 将近年移澳港人 就澳洲对港对华政策的声音 带入主流政党 为香港人争取权益 这就是他的一种角色 希望游说自己想 所喜欢的政党 这一点是重要的 比如说 任建峰去年年底 就以工党党员的身份 为在澳港人反映他们 对于工党联邦政府 改革居民签证制度的忧虑 许智峰认为 如果有一天 自由党再执政 自己也能够尝试做同样的事 能够承认 两人力量单薄 因此决定分别加入两大党 而入党的第二大理由 就希望能够以自身经验 鼓励在澳港人 踊跃参加澳洲政党政治 他解释说 如果离散港人 希望自己关心的澳洲民生 中共滲透澳洲政党等议题 有机会受到正视 就要活跃参与澳洲政治 加入教育机会执政 或至少左右大局的政党 但他指出参与政党 并不代表会参选 参与各种社区或政治活动 在选区中 能够对政党派谁出选 有话事权 都是有影响力的行动 不需要一定选举的 第三个理由就是认为 而澳港人能够秉承 香港2019年的民主精神 熱心参与澳洲 这个新国家 新家园的社会事务 做一个关心澳洲的公民 許智峰强调自己 和任建峰不期望能够 在澳洲政坛有个人作为 只是想到大头效应 令更多离散港人 参与政党政治 为澳洲民主制度 吹一分力 并鼓励移居各地的港人 在所在国家积极参政 热爱民主自由的心 发挥港人的影响力 OK 那这件事呢 就是两个死对头政党 一个就是 右派的自由党 一个是左派的工党 现在就是工党执政 就是 Albanese 你执政大家知道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它有个人选择 我不会觉得这是违法 至于说 这样是不是真的有利呢 嗯 我是不免有观望和保留之处 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要真是为港人 这个就是我们说 热爱自由民主的港人去做事的话 在我们所在的国家 我们的新国 新家 是应该要是 争取跨党派的认同 当然你问我 我政治立场很清楚了 OK 但我们不会排拒 有其他的政党 对香港的关心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是不是 台湾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很难作为一个例子 跟大家讲 但 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我觉得一条 bipartisanship的道路 是比较 行稳致远的 你真的不是为求权力 而是只求倡议 你的优点 或者你的筹码 是在于在高个国家 的香港移民的支持 以及说出他们的声音 而不在于你能够奪得权力 而利用那些所谓的精博的权力 为了一党之师 加上支持那个政党的香港人做事 很容易陷入 很容易陷入 将香港人 割裂为两个阵营 而你只为某一个阵营的香港人 做事的一种危机 这件事我是担心的 因为你要推动一些议案 应该要成为跨党派都支持的议案 才能够有机会获得通过 你要知道这件事 虽然我知道我不喜欢拜登 我是喜欢侵侵 你可能觉得不是 你很喜欢拜登 不喜欢侵侵 不要紧要 但是在advocacy上面 是要by partisanship 不偏坦偏施于一党的 否则是无法推进 很多的议案 很多时候不是说 现实政治会把你卷入底下 你要压住 看谁会赢 不是这些你压不住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如何能够有一个 sustainable的一种基础 去和不同的政党接触 台湾是例外 我很承认和大家说 台湾是有些例外的 但是你说在美加 澳英 欧洲 纽西兰 虽然纽西兰没有什么朋友 虽然有限 但是人数很少 相对来说 这些国家很需要大家 去到加拿大 你要和自由党也好 和保守党也好 也要留对话空间 你要在美国 你和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要对话空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 每个人有政见 没有先期 但是 你在为香港人做事的立场上 不可以去做一党之师的事 这个就是我小小的总局 好了 好了 那 大家知道 这个人权的问题 就是这些问题之外 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其他事情 也都涌现在眼前 那 现在 就 你会看到 支团会 最后讲一讲 支团会这件案件 很简单说 就是说 已经解散的支团会 被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自2021年起 律政司起诉支团会 前支团会主席李卓仁 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 至今未定刑期的 也未定审期的 审期的 审期都未有 案件是由 今天 24日 就在高等法院 做第二次案件 管理 case management hearing 聆讯 就周幸彤指 法官黎远基 曾处理 涉及支团会 拒交资料案的上诉聆讯 看过这个案件 部分辩方不获准查阅的PII 公众利益豁免权案件 对于黎远基法官参与本案有意见 申请回避 法官李运腾 今天指出预留 6月24日 开庭处理黎远基法官的备职申请 又说过 不论由哪三位法官审理 今年之内 一定不会听得到 这个开審 openning 是不会开始的 因为排不到这个时间 这样搞法 周幸彤不惊不觉 分分钟压超过三年 甚至达四年时间 未审先压 就是这样做 不止周幸彤 何俊仁和李卓人 都同样的问题 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審市民表示 两名当事人一直因为本案还压 希望尽快进行第三次案件管理聆讯 李混同法官就认为法庭十分着本案 叫辩方放心 此外周幸彤 今年一定不会开心 但我很着急 今年不会开心 我着急 今年不会开心 怎么放心 说来浪费 此外周幸彤 自行作出保释申请 法官听不陈事后 当然拒绝他的申请 其实大家稍为知道这件案件 也知道 李卓人和何俊仁 希望尽快审 尽快判 就不想再掀起一堆尘埃 周幸彤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他希望在这段时间 鼓励大家去各个举手做证人 六四当时我参加过这个维远烛光晚会 帮他作证 当然他的鼓励 疑言者敦敦 听者妙妙 在香港这个大环境之下 说真的有哪个人 我真的这么勇敢站出来 除了少数之外 我都不说名 有少数几个 和支联会非常有关系的人之外 基本上真的有一堆人 出来做证人 为周幸彤作证很少 但是当然 李卓人和何卓人 就不是这么想的 你这样搞 又要申请这个 远基这个法官备职 就会把时间一路拖下去 那你将这件事 成为了一种人权的 表演的follow 你要掌握到这件事 其实曾童有他的point 曾童想利用这件事 就是炒业成为世界持续间歇性持续关注的一宗新闻 ok 那搞法呢 时间一定拖的 因为你申请回避嘛 你申请证人嘛 那一定拖得很重要 跟着呢 李卓人和何卓人 就未必这么想 他会觉得 哇 那你快审 快押完 快拍资 坐监 坐完 回家吧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所以他们未必 会有相同的想法 但 他们彼此之间是敌人吗 矛盾吗 no 他们只是两种不同的策略 就是一直以来 常常说的 和利比和勇武 或者本土和泛民 有不同的策略一样 有对不对的东西 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一样 所以各有角度来的 你站在李卓人与何卓人的 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 你不可以说 一个人不可以个人利益 根本上是多余的 你自己在听这个节目 你自己都要 赚钱啦 养家啦 是不是 你自己都要去 为个人利益奔走啦 门心自问一下 一个人怎么可能 就是 不为个人利益做事呢 所以他们两个为个人利益 希望尽快压缘 坐缘 放 放学 这个就是他们希望的 OK 周克彤不是这么想的 他是怒底坐穿 就是觉得每天呢 在监狱中 就是他想着怎么样 将 他能够展现到 对于人权 对于六四的 这种亡云的悼念 各方面 他继续涌现他自己的ideas 拋出来 这个就是周恒彤 OK 周恒彤打这条线 我会觉得是一个 相当 别开生面的做法 但当然啦 他不是为自己的力 他是豁出去的 但这样当然会伤到一些 李卓仁和何掌仁啦 那两位仁哥 当然他们没错 他们有什么 你表演都无效的啦 即是他们觉得 你表演都无效 你表演怎么无效呢 你 港共政权 不会听 美国也都不要着重这宗案 你现在这个时间到 不如尽快把案件推到審期 那会快点呢 烟花慢慢爆炸 就算了 现在在开審前 不断去drag 其实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 人家会有关注疲劳症 对吧 所以我讲什么 各有各个道理的 不要去扩大彼此的矛盾 我觉得是暂着不同的观点立场去看一件事 或者每个人的人设 或者自己设定自己 是什么的角色是有不同的嘛 之所以就会这样的情况 但是肯定的就是 李混藤大石砸死蟹 今年内不会开審 还说呢 十本庭 十分重视本案 请你们放心 假猩猩猩 猴虎 假慈悲 可见呢 我们要继续讲这宗新闻 我在台湾 继续讲这宗新闻 将真信讲给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不要受到一些 狡猾就是说 挑动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他们都是被害者 他们现在都是坐牢的 OK 他们的矛盾不是本质性的 真正的本质性的矛盾是 极权政府对他们的打压 是不是 对他们的人权的矛盾 这点大家要继续 好 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说其他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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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